福建星 泉州星 陈家庚星 名则徐星 你知道吗 宇宙中有许多颗的小行星竟然是因为福建而得名的 这的人跟航天的交情那可真是不浅 福州航天人梁守盘是中国航天历史上妥妥的领路人之一 早在1956年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的时候 他就是首批调到这里的专家 梁守盘有一个外号 航天界的神算子 说的是 有一次他担任了研制第一代 岸舰导弹海鹰一号的总设计师 这个导弹在打靶实验的时候 接连打了三发 竟然没有一个雷达可以捕捉到目标 这可怎么办呢 二话没说 他就找来了各式各样的图纸资料 咔咔咔咔 一顿计算 这一算两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回来之后他决定把发射的导轨距短1.2米 同时把天线回调角提高0.1度 再次发射的时候果然是一击击中 在场的人都称赞他说 这真是神奇的很 福建人从不缺乏遨星空的想象 早在神舟10号飞天的时候 福建人把世界福奇送入了太空 第一次把福文化和飞天梦想联系在了一起 把有福之地推向了世界 航天狱种更是福建实现航天梦的主战场 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 福建人就已经开展了水稻航天狱种研究了 培育出了特优航一号 宜忧673等十几个超级稻和再生稻品种 其中的再生稻最高的母产超过了1400公斤 累计推广应用达到了3000多万 2021年由福建省林业科技实验中心选域的南京县兰花品种 搭乘神舟12号飞船进行了太空育种 2022年来自闽西的沙漠 米老牌种子 还有福顶白茶种子 搭乘神舟14号飞船 也开启了奇妙的太空之旅 来自福建的种子一次又一次的跟随神舟系列飞船奔向了太空 种子的品类也从粮食拓展到了茶叶 花卉林木等等 而这些都离不开福建航天英杰的不懈探索 不论是中国航天工薰人物刘亚楼 还是在短短5年里领导完成14星高照18级上天的林宗棠 还是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论述人造卫星滚道论文的张玉哲 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标签福建人 他们用智慧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向世界发扬 赶拼 会赢 锐意 创新的福建航天精神 那你还知道哪些关于福建航天的小故事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福字旁边六张口 美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